大家好,今集我要訪問一下豬隊友 你堪稱認識很多警察叔叔、消防哥哥、食環弟弟 然後懲教表哥你也認識很多 其實海關表妹和入境姐姐我都認識 是不是真的認識這個狗婆,認識她? 香港被她玩轉的派對? 東張西網早前報道一個叫狗婆的惡婦 長期霸佔鴨苗街後巷,還要更加曾經釀成火災 那她怎麼玩呢?首先她堆了很多雜物 有超市的手推車、紙皮箱、一些爛了的家電 一些沒有人要的所謂的廢棄品 大家都知道深水埗鴨苗街有很多野蘭譜 明明是垃圾的,我們眼見是垃圾的 但是收賣佬、姐姐、婆婆那些都會賣到價錢 你沒得她一元兩元,總之她有錢收 這個婆婆呢,不是這個婆婆,是姐來的 我想她四十幾歲了 她是霸了十幾二十年了 政府不聞不聞,啊好了 TVB這個東張西網叫做正義先鋒 報道了之後呢,更加去追蹤這個案子 死灰復燃,是嗎? 她最支援的一件事就是,你的記者拍她嗎? 她報警啊,她找阿蛇來保護她啊,陰光 然後呢,食環呢,食環呢 食環一向最多人見到的新聞是什麼呢? 食環吞泡,打邊爐,夜晚開工睡覺 這些就不說了,大家上這個報紙有很多人看了 食環呢,去到呢,就在她手推車上貼一張紙 寫著呢,就說,你這個呢,經過投訴之後呢,就阻街 是嗎? 這些東西就不應該放在這裡 那我就說,四個小時之後呢,如果你不搬走 我們就會找人家收了她的了 咦?這個阿蛇呢,又不是文盲,又不是癡線的 她是真的不是傻的,好混蠢的 她就立刻呢,見到這張紙仔呢,就推走她 是嗎?推她隔壁街 你那些食環叔叔呢,走過之後呢,一走之後呢 咦?老婆又推回來啊 嘩,她真的咬她不贏啊 早前呢,她是更加呢,是 跟食環打官司啦 永遠都是的,法官呢 是很公平、很公正的 竟然判了食環呢,要賠回四千元給她 說她損壞了她這個個人的物品 嘩,驚此一役之後,這個阿姐 就這樣再交她了 誰夠膽啊? 你玩東西啊?我叫警察來慢慢跟你玩啊 東張西望拍我,我拍你啊 所以有時候就很無奈的 其實呢,這個問題呢 你就不要單單只是某一個部門 嘩,政府最喜歡踢球仔的啦 你又踢,我又踢,肥婆大個球 是嗎? 是啊,真的要公平公道一點 就不可以說指責單一部門 處理不了啊 因為這些案件應該都一定是涉及幾個 幾個部門的跨部門啦 正所謂,學一下豬絲啊 正如說政府工,一向左踢右踢 是緊局啦 你可以看眼見所及 後行,擺了這麼多雜物 究竟是歸誰管理呢? 因為,始終後行 你都是屬於政府,或者是私人地方 我們要劃分的啊 有時候很多呢,我們要了解到的事 就好像,解設啊 你每個私家車,或者你泊車那樣 都要分清楚是公家路,還是私家路 是吧? 那這個呢,我就不評論 究竟上指呢 這條後行是屬於政府啦 公家的 公家的 但是呢,眼見所及呢,就有政府 我們怎樣劃分是不是政府路段 還是私人路段 我們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要看登署 只要那個路段的起點和終點 即是它的開闊好和生闊好 都由政府登署呢 那也正是明白這條路段是屬於政府的 那屬於政府之後呢 我們可能更加容易看的就是 有沒有街名啊 如果有街名就更加直接啦 好啦,那我們劃分了那個路段 屬於哪個 那樣東西的管理的時候 就開始說那個執法權了 那好啦,如果你這些東西呢 那是放在政府的路呢 那其實呢 正正就一定是食環廚的潔淨組去清理的 是潔淨組啊 一定是潔淨組 因為潔淨組是負責這些地方的 那好像朱尼斯拉這樣說 那她貼紙仔是合理的 因為呢 她一定要證實這些東西是不是私人物品 才可以進行相關的執法行動 如果她貼完紙仔之後 我證明這一堆貨物是沒有人的 那就是垃圾啦 那我才會執 那那個司拉就很聰明啊 就好像周星馳電影 我彈出我打你吹呀 我彈出我打你吹呀 那你真的吹不像的 那就不關人家做不做的事 只不過是她走法律了 到最後 喂,就這樣想和她告來告去 法官都賠四千元給她 罰你 那還哪有人敢搞她 對嗎 還有最糟糕的一件事 不知道是食環還是警察 就在那個後巷的某位登署 弄了個閉路電視CTV 喂,撐你這個廢利 那個CCTV 首先沒有人追蹤了 還要是變相保護了她 現在那個人 將後巷變成這個貓狗樂園 貓就有九隻 狗又有九隻 喂,基本上 你真的好話不好聽 我和你講法律講道理 你和我打橫來講 我和你打橫來 你和我玩法律 嘩,沒得玩 如果我們這些正常人 不能夠用法律 用正確用正確用正確的手段 去制裁這些 Supp L 喂,你逼我動手的話 我就真的揉爛臉了 到時候法官又說我不對 是不是神經病 很恐怖的 其實香港法律 其實就規範了很多 是不是誰大誰惡誰正確呢 只要我夠無懶 我現在在彌敦道躺下 我推了垃圾出來 我可不可以霸在彌敦道呢 喂,很多這些很瘋的事情 你不要說這件事 正正好像當年 早兩三年前 旺角 都有一個 睡街老宿者很誇張 他誇張做什麼 在一個橋底裏 弄一些木板 加一個鎖 有門有鎖 已經是沒有任何人可以進來搞你了 是霸了很多年 到最後是合幾個政府部門之力 地正食還警察 很多東西才可以趕走他 為什麼 喂,如果這個阿姐 記得香港法例 如果公眾地方都好 公眾地方都好 只要你在那個地方上面 你有門有鎖 那個範圍 霸了那個範圍 就是屬於你的私人地方 你未經歷許可 任何人都不可以進去裡面 就是這樣 那個橋底的露宿者 簡直屬於幾百尺豪宅 八了十年都有 最後才搞得到 其實香港有很多這些法律 法律就是這樣 你又說你認識這麼多警察叔叔 我可不可以 我自己找一群朋友 我不信他24師月在那裏 就算他在那裏 他在那裏 我找幾條馬路 一下把所有東西清掉 還有我最糟糕的 我儲齊些 九屎九尿 我去他那裏 所謂的舊電子零件 我淋尿 行不行 第一 你記住 分開 你有幾個問題 再解答 第一 你說我找警察叔叔去搞他 我不是找警察叔叔搞他 警察叔叔是去保護他 我說我自己找朋友 搬走他的垃圾 你記住 警察只會去 捉一些有刑事成份的事 事發之後 有刑事成份 你記住 這個婆婆放這些東西 是不涉及刑事成份 那我拿走他都不涉及 但是 你去拿走他的東西 或者你去破壞他的東西 你這個行為就涉及刑事成份 我撲你 我街頭 是啊 是這樣 如果你去搞他 他報警 警察就會抓你 絕對不會抓他 因為所有事情 他有他站出來聲稱 是我的私人物品 就已經是你觸犯法理 你要負上刑責 記住這一點 這個姐姐你不要看她傻 很多人劍走偏封的思想 是很醒目的 他反正去轉的法律 就算你找個律師都不去 即是好像長洲有個什麼上訴 還是經常說什麼什麼重審 嘩 那個人 你只要是懂得玩 懂換 香港法律是耐你不何的 什麼部門 林鄭出來說 都沒得說 是啊 香港就是這樣 因為 有時候是很無奈的 我認識太多執法部門 所有的部隊都不認識齊 有時候 法例賦予他的權力 孤免堂皇 但是呢 伴隨著很多規範 不是說你用常理 就可以說 評論他 應該做完 不應該做 對還是錯 沒有的 法律就是這樣的了 所以為什麼人們不請律師 律師的角色是什麼 就是鑽這些法律辣的咬文雀字 咬文雀字完之後 抹出來 分分鐘呢 結果呢 就與你 我們講的基本概念 做人基本的觀念 是完全違背的 就好像剛剛我 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朱斯拉這樣在演述 到最後 原來 人家去收拾他的東西 法庭法官 是可以判 食環署 要賠幾千元給他 是輸的 我都呆了 是不是很不合理 那法官是不是姓水 就是不合理 所以我很肯定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最後他聲稱這些是私人物品 就已經贏了 你出去不合理 其實這些呢 最歸根究底 以我認知 地政署一定要出來 幫助協助所有的東西 還有很多事前事後 會不會應該需要設立一些展示牌 說這個是公家地方 已經不可以再嘗試 不放任何私人物品 已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地政署會不會做 這些就是關於地政署 警察做不到 因為認證成份 食環做不到 因為它是私人物品 地政署一定做到 地政署可以劃分所有阿公地方 可不可以擺放私人物品 你要記住這一點 可以給我蘋果新聞嗎 每天照顧著這個暗毛 我真的不相信政府可以抵受到這個壓力 以我這麼多年 跟政府的人員打交道 他們最怕什麼交道 最怕自己的部門上新聞上電視 一上電視一上新聞 就算你們123投訴也好 他們一接控告案 他們有個Stack的報告 喂 阿姐問你 喂 今個月有多少個控告 有多少個是resolved了 resolved不等於是你不再控告 他回了你已經是resolved了 是啊 處理相關投訴 最喜歡的 還有講開又講 知不知道地政署 好少人會提起地政署 知不知道地政署呢 在公務員體力裡面來說 是一個綠洲 最舒服 最有限 最沒工作 最好工作的部門 地政署 還有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不知道 政府那些 逛逛逛逛吃飯兩尾 每兩年 他們的姿勢 即是你 這團隊 或你做這個Post 他每兩年要換一換 我就想問問你 狗婆這些 兩年了 你搞不定他 這麼繁複 這麼多繁文玉節 兩年搞不定 你給下一手 下一手就會當成一個cold case 放在一邊 真是高枕無憂 政府的人是非常之廢的 我見識過 十二點未夠 整個office 整層 關燈 做什麼膠 出去吃飯 五休 睡覺 五點不夠 走人 要走來巡 說我們 你們好走啦 關門的啦 你們一會兒 又要我開門 讓你走啊 嘩 私人公司 誰有這樣的待遇 你不入政府 我入 排隊啊 其實這些事情 說得到尾 都天下烏黑一樣黑的 各行各業 都擁有這些問題 存在 不是各行各業 說一句 認真 是嗎 你入過政府 做那些 工作人員 你進去政府 打幾年工 出來有哪個私人公司 會請你啊 當然不會啦 正正常常 我找個正常人 我不會找個在政府 浸過幾年的啦 你浸過幾年出來 私人公司 根本你的競爭能力是沒有了 你整個人的態 整個感覺 你已經是廢人了 沒有競爭力 做事慢 慢條思理 那些最新的skill set 你沒有啦 我養個廢人 我養個fresh grad 好過啦 哈哈 喂 這些正正如就是 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咯 問題就是 你選擇去哪個國家生活咯 其實 很多行業都是這樣 一定有自己的文化 還有自己的流集 或者有自己的 怎樣說啊 有自己的潛規則 那看看你自己選擇 投身在哪個行業咯 適者生存 我常常可以這樣說 我就是很慶幸 我沒有之前想過 搬去深水埗 哇 這些真的不夠去玩的 這些垃圾清潔期間 人家來清 Α Bahir toss上幾天後又抬回來 好野 喂 我想下 我來看看 能不能去哪個街霸霸 rant 其實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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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있는데 問題就跟著,學書士說的,相關人員處理他的case,好像社署那些,社會福利部那些,都是這樣做的 我做這個pose,三、四年轉一轉,我跟你的file,難搞?我便慢慢搞 不斷在這裡約你,約你,約你,我總會,我會掉環頭的,掉的時候,file會給下一個,不要說社會福利署,警察都是這樣 這些東西是不會正面去面對,因為解決不了 好,那就是一句說完,阿姐好東西,阿姐晚睡 看看肺炎可不可以 不行,他還在這裡,他還在生對我 疫情最厲害的時候,生活在這種地方都沒事,證明已經有抗體了 長命百歲,你看阿姐,那幾個游泳圈,水泡,那條腰,證明肚滿腸肥,他健康過你 這些人,他真的比一般人很長命,因為他心目中有一個執念,他這團火是不會關的 為什麼他會喜歡收拾東西呢?是因為他精神寄託,他不斷去團職這些東西,他心目中是寶貝 這些人,他的身體的機能和他的腦的活躍性是比一般人多和強的 他也要面對這麼多人去投訴他,搞他,他每天都在想這些東西 我想到一件很糟糕的東西,如果我在他旁邊那條頂樓那裡,扔個裝料的玻璃瓶下去,可以嗎? 我亂拋垃圾而已,可以嗎? 不是,刑事的 又刑事? 公正物啊,公正物啊,如果你打傷人的話,你就要什麼的 那麼多人啊,這些真的被人抓到才是的 永遠 刑事的東西,都是被抓到才叫刑事的而已 抓不到,知道你什麼 不過今時今日這麼多CTV,就真的不好 還有那個人又說,剛剛朱思拉說 我還裝CTV啊,不知道誰裝過保護他 其實以我認知,朱教友也有進去東張西網 東張西網較早前也有報導過 這些應該就是屬於食環署潔淨組去針對鼠疫橫行所設立的一個 應該是熱感CTV後巷探測器 是廢的 但是,就是這些應該 好啦,那我現在拿香港地道出來畫下我的後巷區域 等一下,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看這些奇人奇事 朱隊友也可以介紹大家,可以去一下觀塘碼頭 觀塘碼頭現在都是被那些老宿者霸佔了那些木屋 很誇張 簡直是披美這些什麼深水灣道一號,無敵海景 風涼水冷,看一看就知道 這些問題是永遠都跟絕不到的 那我認識啦,我拿我兒子的帳篷去,我住兩晚先 還有呢,我印象中記得,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因為南昌站是不是現在建了很多新的公屋 整個公園都是老宿者 海達村,不是的,曾經朱隊友以前都很熱愛跑馬拉松 不斷周圍跑市區,永無目的地 有一天,朱隊友跑過途徑 那時候還沒建海達村,很多年前,我想七年前 經過寶達村附近一條隧道,想著跑到行人隧道 地底穿過另一邊上,看看會跑到哪 但朱隊一跑到那條隧道,嘩,不得了,跑兩步 朱隊友很喜歡脫衣服,穿著螢光黃的短跑褲 最重要跑鞋什麼都沒有,赤裸上身 只有條底環跑街 不是,這些是遊街,警察可以拘捕 不是,那些是另一件事 那好吧,那就跑吧,跑到隧道不得了,趴一趴,突然 這麼灰暗,可能日日當空我趴去,眼睛不適應 那這裏又不理得繼續跑,趴一趴,對我開始很臭 看上去,原來這條行人隧道是很出名的一個露宿者集結的天堂 基本上它是,可能下去已經是一個Z形的斜路 下面這條長的直路,進頭也是Z形的斜路上回去 是裡面我目測,超過五六十個露宿者在裡面睡覺 或者是在家裡,朱隊友立刻掉頭走 朱隊友只穿著一條螢光黃的底環,我怕我面對不到洶湧的晚壽 目測策略裡面不止本地人,還有南亞,尼泊爾,聯合國 很恐怖,其實香港是很多這些人的 有沒有立刻收緊你屁股那兩塊肌肉? 嘩,我就是活著基奇俠 那閉著,超人不知道力量從哪裡來,馬上九秒九跑走了 所以大家有時候不妨可以了解一下這些地方 盡量不要走去,真的很恐怖 說開就說,不說就說,雖然是你那個經驗 上次我不是扔好你的枕頭下街嗎? 哦,是啊,是啊,是啊 曾經在幾年前有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 那朱師奶和朱隊友睡著睡著一覺的時候 可能朱隊友放屁又臭,或者轉身又吵,我也不知道什麼事 就可能本身我存在已經對朱師奶來說 就是一個很硬硬,或者一些很髒的東西,遺物 那突然之間,朱隊友也很喜歡抱著枕頭睡覺,夾著 我本身那張床就這麼窄了 你呢,就要抱了兩個半的身位,你是不是真的拿這些瓶呢? 以我睡覺的姿勢,在心理學來說,我是一個跑步型的姿勢 苦惡睡的,心理學也說我是一個嚮往自由的人 那這些是後話啦 你不如好像老婆那樣睡街笨 那好了,之後朱師奶終於一晚忍不住了 就拿起我的枕頭,一下子打開窗,扔下街 那之後朱隊友有幾個鞠氣,扔下我的枕頭,已經習慣了 那好了,我記得那晚,就是落著毛毛雨的晚上 應該是凌晨兩點鐘左右,那時候是大日天時 那朱隊友仍然穿著一條螢光王的跑褲,沒有穿上身的赤裸 因為朱隊友真的窮,一個字窮,沒有錢換衣服 先說一下,我是居住低層的,不會扔到人的 是呀是呀,那之後呢,朱師奶扔下街之後 那朱隊友就自己的,下去樓下收拾 那想著快來快去又沒什麼所謂,半夜三間 然後下去走兩步,終於在樓下找回我的枕頭 因為都是居住低層,所以都很容易找到 那扔下去也不會傷到人的,大家放心 突然之間呢,有一個黑鬼 在街上,只有我和他,他面向看著我 走來跟我問路,問路我當然不知道要說什麼 那我當然不理會他,朱隊友上當年都大大隻隻的 大家都年輕過,都會有一些見識的身形 那我看他不斷打量我全身,尤其是我的螢光王的底褲 嘩,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跌出來呢 那條短褲那麼短,那我就馬上走了 那好吧,我說I don't know,I don't know 那當然如英文,你也知道香港人最喜歡說這幾句字 I don't know,I'm sorry,拜拜 那些,之後就回家了,我家裡樓下就有個鐵閘 我走回去的時候,有了鐵閘之後 我回望,我看到黑鬼在鐵閘外面 注視著我,是不捨得走的 嘩,我撐他的肺,我簡直覺得他想用了我 幸好我有這麼少的身形 要不然,我一分鐘被他抓到後巷 在狗婆隔離,被他就地正發 好啦,那講到這裡 大家就...三個小朋友就練一下盤底肌 未生小朋友的男生就練一下潑躍肌 好啦好啦,拜拜